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,评定玩家对一个英雄的掌握程度重要因素就是看你的英雄熟练度 那么在王者峡谷,哪些英雄的满熟练徽章最少见呢?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,狂铁 刚上线就凉凉说的就是狂铁了 这个英雄长期以来被玩家称为废铁是有原因的 坦度不足,控制不稳,技能前19 即使被加强了几次,胜率还是奇低 这样的一个英雄很难让人把他玩到满级熟练度 第二个,异星 近几个赛季最冷门的法师恐怕就是异星了 就连官方的海报上也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玩家也几乎快忘了他 异星的存在感在峡谷里是真的低 较高的耗篮量,不低的操作难度以及走势缺那么点的伤害 让满级熟练度异星比白板后翼还少见 第三个,盘古 22号上线的新英雄盘古上线当天,出场率高达80% 不到三天就降到不足20% 之前都以为盘古是射手克星 结果还是被敌人机吊打 英雄笨重,伤害不足 很多玩家在匹配中试过两把就表示不想再玩 至今也没出现满熟练度的盘古 以上就是峡谷,较少见的三个满熟练度英雄 除此之外,各位小伙伴还知道哪星星也同样如此吗? 欢迎联演讨论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,拜拜